先做一个能发朋友圈炫耀的桃花酥 颜值高不说还超好吃 说不定还能招桃花孕呢 首先准备的是 它也有普通面粉150克 白糖10克 水32克 猪油65克 首先把面粉一分维尔 一分80克 一分70克 80克的普通面粉里 加入10克的糖 30克的猪油 32克的水 下手给它们揉八成面团 过程可能有一点不想回忆 掩护在手上的感觉的确太那个 不过最终还是能揉成团的 如果有糖粉就用糖粉 揉成面团 加入适量的红薯米粉 揉出粉色 好吗 不就是粉色的吗 红薯米粉和面粉 筛在一起的时候最好揉 前提是不要像我一样 忘了加 只好似后不上 揉光滑之后 盖上盖开始松弛 再把剩下70克粉 35克的猪油 滚在一起揉成油酥 一定要用固态猪油 不同装带下的油和面的比例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用液态油 就要增加粉的用量 同样把它们揉光滑 松弛半个小时 松弛好的面团 均匀的分成十分 用垫子秤来秤 会比较精确 同样的油酥也分成十分 取一个红色的水油皮 压扁 包一个白色的油酥进来 虎口向上推 把口封住 因为水油皮非常的软 这一步很容易 我也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覆盖保健膜 不要让它们长期暴露在干燥中 它们吃不消的 取一个松弛好的面团 擀长擀成牛舌状 一定要轻柔 毕竟面团那么娇嫩 擀成长舌状从一边卷起 以此卷好所有的 盖上保健膜 松弛15分钟 面团的松弛 是酥皮最费时间的部分 松弛好的面团 再沿两边的方向擀长 再卷回来 就成了短的面圈 没卷一圈 层次就多一倍 也决定了成品皮薄而酥 继续松弛15分钟 红豆沙分成13克每个的小球 红豆沙一定要用油和糖 炒出来的那种 水煮的红豆沙太软了 是不行的 取一个短面团 用手把两头有圈圈的地方 按到中间来 最好是手隔着保鲜膜操作 这样才不会把面团 薄薄的皮粘掉 再放在保鲜膜上 擀薄擀圆 包一个红豆沙袋里面 糊口往上推 把口封住 捏成圆形压扁 手掌稍微一压就行了 不用太扁 用刀把圆饼分成六等份 再切下去 不要切到头 就像这样 再在每一份上面 划两张当花纹 用手捏出尖尖来 成花瓣的形状 一朵桃花酥就做好了 依次做好所有的花瓣 重新处抹一点蛋液 再撒上黑芝麻 手工部分就完成了 有情提示 要拍炒一定要现在拍 烤好的颜值会大大地下降的 放在预热好的烤箱里 把70度烤20分钟就好了 大部分天然色素高温都会变色素 如果你买的颜色很鲜艳的食物 不要怀疑色素无遗 烤好的桃花酥 经过了高温的洗礼 发浮了 皮松了 脸皱了 从18岁的娇嫩容颜 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同时也柔和了 皮酥到一捏就碎了 一如既往的香甜